Hello大家好呀欢迎来到新的一期翠西闲聊 今天又是一期贵T中T平T的视频 那今天的主角呢就是The Road North South Park Tote 就是这一支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见过它 那如果这是你第一次看我视频呢 你好我是翠西一个理性消费博主 欢迎你订阅subscribe我的频道 我每周都有视频更新 那这边剧透一下啊 翠西最近也买了一个统包 那你们呢可以一边看一边猜我买了哪一支 然后到视频的最后呢我会跟大家一起来揭晓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The Road这支包本尊啊 那这个包呢看上去非常简单 但是我在做这个功课做脚本的时候 我发现它其实版本挺多的 它有一个版本呢就是这一支 它是完全非常简单啊 肩带什么的都不能调节的 最简约版 还有一支呢是这一支啊 它是肩带上面有一个调节扣可以调节 并且呢这两支都有不同的尺寸 有小号中号大号 那么价格波动范围非常的广 这一支没有调节扣的版本 它最便宜的好像是几皮的 可能是1300多 然后这一支可以调节的 它最贵的可以贵到3700多 那我会把所有的 我能找到的各个不同版本尺寸的链接 都放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供大家去参考更多的细节 并且呢我们今天聊到的所有的 柜梯中梯平梯包的链接也都会出现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好那我们先来看柜梯啊 再剧透一下 今天只有一个柜梯 就是这一支啊 YSL的Hobo包啊 或者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啊 这个包有三个尺寸啊 那我这边放的是大号 它还有一个小号 还有一个迷你版本 迷你版本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觉得它背在身上有一点点太小夹子气了 那么它的价格尺寸都在图片里面 好那这个包呢 很多人会觉得乍一看 哎这个根本就不像吗 哪里剔了 那我们就把它转一下 你看哎把这个包反过来背 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the row的感觉了 就是quite luxury近奢风的感觉 那么讲老实话呢 YSL的这支包它的价格并不便宜 没有起到任何可以替代the row那支的效果 其实它们的价格可能是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啊 把它放在柜梯这个地方呢 就是说你如果不喜欢the row那个样子 觉得它太朴素了 或者你对the row这个牌子觉得也 相较来说还不如买一个YSL这样 别人能够更加明白的牌子啊 那你可以选这一支 并且YSL的这支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它可以相对来讲一包两用啊 哪一天呢 你希望你的YSL的logo可以给别人看到 你就这么背啊 那你哪一天觉得 哎我好像今天想低调一点 你把它反过来背那么这样一来呢是不是啊感觉更划算一点 好接下来呢是中替啊那中替这支包其实我有点纠结 因为它刚刚过一千块钱的这个门槛 但是呢我还是决定把它拉到中替里面来啊 那就是这一支Totem的Tot 好那这支包的尺寸我觉得是非常大 你可以看图片里面的数字 如果你对数字没有什么感觉呢 我们看一下模特的上身图 我觉得这个包是非常适合高个子的姐妹或者兄弟啊 无所谓 其实这个男的女的都可以背 我觉得会背在身上很好看 很有气质 但是呢矮个子就要慎重考虑了 这个包皮子看起来很软 我不太确定它能不能自己在这个桌子上面站住啊 我个人呢是不太喜欢那些不能自己站住的包 就让我很困扰 因为我经常带大包出门会比如说带个电脑什么的 然后它如果不能自己站的话 它势必就会往两边倒 这个时候我就会比较的烦躁啊 那如果你觉得刚才的YSL和The Road都太贵了一点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包就是一个很好的替代啊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大的设计师品牌 然后别人问起你来 哎你这支什么包 你说Auto 10 人家一听 哦你好像是很懂时髦的 就马上get到了你那个点啊 那如果刚好别人不知道这个品牌呢 你们可能可以这是一个很好的conversation starter啊 如果那个人根本就不了解时尚或者怎么样的 那他也不会很吃惊觉得 哎你这个平平无奇的包居然要四位数啊 如果你看到这里觉得我内容还不错呢 不要忘记给我点一个赞啊 这样呢可以让YouTube把我的视频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两个700左右啊 七八百六七百这样的啊 好第一个包呢应该是来自个北欧品牌啊 叫这个Aster Acme啊 我把logo打在这一边 那这个品牌呢是我从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时尚博主啊 小郑杰西卡 小郑姐姐那里知道的啊 那这个包呢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点啊 就是它里面做了一个分层的设计 那很多人会觉得分层设计呢限制了包的容量 但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这个包本身已经很大了啊 你要知道在很大的包里面找东西是挺痛苦的 它既然帮你做了分层呢 那么就会帮助你更好的去找到你包里的东西 对不对 好那下一个包呢是来自Manser Gabriel啊 那这个包的价格呢是695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700不到 尺寸也在图片里面 那么这个品牌的这一只包 它的优点在于颜色非常的多啊 我这边是选了一个比较亮的一个黄色 那么它还有很多像马卡龙色啊 或者是这种多巴胺的颜色也有啊 喜欢颜色亮一点的朋友 不喜欢太冷淡的这种风格的朋友呢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品牌 那么Manser Gabriel它是一个老网红了 它也是火了 不能说火了很多 它火过 然后现在也不能说它凉了啊 就是它还挺稳定的 一直在稳定的产出一些比较经典款式的包 那么这只包呢 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讲的这些包里面 我认为从容阔上看 是最像The Roe那只Tote Bag的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中梯啊 今天其实中梯和平梯都蛮多的 那么接下来的中梯呢 我们再降一个价位啊 看一些500左右的啊 看两只 那么第一只呢来自这个品牌啊 Kuyana 那么价格呢是500块 还能找两块啊 498尺寸呢在图片里面 那么光看这张图我们看不出玄机 我们就换一个角度 看一个俯视图啊 看一下 那这只包呢也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点 就是它做了分层 它会比较贴心的考虑到 你在具体使用的过程当中 哪一些地方会放什么东西啊 会更加的方便 它真的是做出来让我们普通人用的啊 而不是很多包 其实它就是做一个样子 在这个秀场上面给模特搭配的 但是呢它有两点原因是劝退了我啊 第一点呢就是它的尺寸 真的对我这个身高的人来说太大了 大家可以看模特上身图 这个包就是massive 就是好大好大一只 等我什么时候下辈子吧 有1米65这样的身高了 我会考虑它啊 还有第二个原因劝退呢 是它自重太重了 官方给出的包的重量是2.9磅 将近3磅了 里面随便装点东西 你就天天背一个5磅的哑铃 这个我 我能接受 我的肩膀也接受不了 好然后呢我们来看这只包啊 那这个包呢来自一个 对我来说我第一次听到啊 这个品牌呢叫h.pai h.pai啊 那好像呢是两个华裔设计师推出的品牌 不知道有了解这个品牌的朋友有没有啊 如果你知道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啊 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它整个包呢 从官方给的图片来看 就没有什么大噱头 它其实给的图片的数量也不是很多 那么从模特上身图来看呢 我们是能看出来 它很有the roll那种松弛感的 那么官方给到的信息里面 有一个比较亮眼的地方呢 是它说它里面的内里是鸡皮的内里 这一点我觉得蛮好的 因为会给人感觉质感更好一些 好那对于这个品牌呢 我建议大家去做做功课啊 看看网上有没有其他的博主 有关于这个品牌包包的测评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平替啊 那我们呢就是定位在300以下的啊 是平替那先看二字头的 那么第一个二字头的包呢 来自COS啊就是这一只 那这只包我觉得光看图 它没有任何的参照物 我觉得光看它我都觉得很大了啊 然后我再找到了这个模特图一看啊 果然真的很大啊 那这明显这就不是我的包啊 上面没有写着我的名字啊 但是有一点我想说的是 就从官网提供的这个图片上来看呢 我觉得它这个皮子看上去质感一般啊 我不知道食物摸上去是什么效果 那这个包有一点好的地方呢是 它配了一个小袋子啊 我觉得它可能也知道自己太大了啊 所以呢帮我们配一个小袋子 方便我们找一些小东西 好下一只呢是来自 Banana Republic 香蕉共和国 那这只包呢也是从小珍杰西卡的视频里面看到的 那这只包呢 我有去实地 就是实体店里面摸过啊 它用的皮子非常的扎实 整个包呢是蛮有形的 它不是一个软塌塌 没有骨子的 它是可以自己站在那站住的 包很大 我上身了以后呢 就马上知道 我不适合它啊 我觉得各位高个子的男生女生杯 真的是很有气场啊 尤其是秋冬天配个大衣风衣啊 那这不在画像 好了接下来呢 我们到了一字头啊 就是一百多的 那么第一只呢来自它J.Crew 那我把它归到一字头 其实稍微有一点点作弊啊 原因是呢 它其实原价是两百多的 而且它现在呢 仍然有一个颜色是保持在两百多 它有两个颜色在打折 打到了一百多 而且呢刚好打折的 还都是比较适合秋冬的鸡皮啊 那一个黑色呢 好像是打到了一百十八啊 一个棕色呢 可能打到了一百六的样子 然后尺寸呢 它有点奇怪啊 我这边放的就是官网上面写的尺寸 这个尺寸它给你的是 上尾口的长和宽 然后下尾口的长和宽 它没有给你这个高度啊 我不知道它的高度是多少 大家呢可以去看模特图 然后少微参考一下 不过它官网上说了啊 它是能放下十三寸电脑的 那么这个包有意思的地方呢 是它可以两面背的 它这个一面呢是鸡皮的 然后你把它反过来 它是光面皮的 所以呢相当于一个包可以两用啊 那如果你喜欢一包多用的设计的话呢 我觉得这只包还蛮不错的 好下一个一百多的包呢 来自于Madewell 它也有两个尺寸啊 那一个呢就是大版本啊 大尺寸large是178 然后尺寸呢在图片上面 那我图片里面选的呢 是他们家标志性颜色的皮质版本啊 那Madewell这个品牌呢 一直给我有一种 美国西部的粗犷的感觉 但又带着比较浓重的 自由和松弛的感觉啊 我一直觉得他们家的定价是对得起 它的用料啊材质啊 尤其是皮具啊包包什么的 我觉得它的用料是很扎实的 而且它的皮呢也不会过分处理啊 它不会做那些像十字纹皮那种啊 它会保留皮本身的一些质感 让你感受它原来的那种样子 你想这么大的一个包啊 全皮的定价178 我觉得还算比较良心 那我有去店里背过这只大号的 我觉得这个大号呢 对我来说还是有点太大了 另外呢 它们前段时间有过全场的七五折 那么唯独鸡皮呢 不参加折客啊 那我们也看一下 它大号有一个鸡皮的版本啊 是这个巧克力色 或者说是一个深巧克力色 然后中号呢 是168啊 那这边呢 我选了一个鸡皮的 因为刚才大号选的是一个光面皮嘛 那还有一个中号呢 是一个卯钉版本啊 要188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那个卯钉版本 我觉得有一点点太闹腾 太张扬了 那中号的尺寸呢 在图片里面啊 从这个官网上面图片来看 我觉得这个鸡皮 看上去质感还不错 整体包的这个皮质看起来也蛮扎实的 好 下一个依次头的包呢 是这一只啊 来自曼狗 这只包是我这么多包里面最好奇它的质感的 因为曼狗这个包呢 始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快时尚啊 那这只包它的定价140 首先我就觉得蛮良心的 它又是声称自己都是鸡皮的 140的鸡皮 看图片我觉得质感看起来真的蛮不错的 所以我非常好奇它实际摸上去是什么感觉 那么这只包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包啊 大家可以看模特的上身图 它整体的质感呢是比较柔软的 跟Madewell那个鸡皮的质感应该不太一样啊 我不知道看视频的朋友有没有买过这只包的 或者是看到过这只包的 非常欢迎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 最后呢 我们来看三个真正的平替啊 都是两位数的啊 首先呢 是这一只 来自Anthropology 那价格和尺寸呢 都在图片上啊 它呢 除了我图片上 这个比较适合秋冬的颜色呢 还有像绿色啊 黄色啊 所以呢 喜欢颜色 跳跃一点的朋友呢 也可以去看一下别的颜色 那么这个包的好处呢 是 它配了一个小的化妆包一样的啊 袋子 还有就是 它的这个前面有两个插带 那这两个插带 我一看就很需要 比如说 随手插一个手机啊 或者是随手放一个什么 小卡包什么的啊 就这些东西拿起来都非常的方便 那么当然了 这个价位 你就不要想买真皮的 它用的是人造皮质啊 人造格 好 那下一个平替呢 是它啊 那大家猜到来自谁吗 还是Mango啊 我在写脚本的时候 发现Mango有不少还不错的包 但是完蛋的是 我写脚本的时候 这只包还是有货的啊 现在我在拍视频的时候 发现它没有货的啊 那么它的价格和尺寸呢 都在图片里面啊 80块钱 我觉得价格还真的是蛮好的 我觉得这个包呢 是属于那种简约 但是又不失风骨啊 就是它没有特别特别像 一个什么品牌的包 但是呢 你又能看出来 它是有这种非常简约 大气的感觉在的 里面呢 还有分层 那非常适合 喜欢分门别类的朋友啊 目测这个包也可以自己站住啊 那可惜呢 还先没货 那么我视频下方的信息栏里面 有这只包的链接啊 大家呢可以去看看 然后比如说点一个像 通知我什么时候到货之类的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那最后一只呢 韩式Mango啊 那这只包呢 也是一样 我在写脚本的时候是有货的啊 现在就是没货了 那么价格呢 更加的便宜啊 因为它打了折 50块钱不到啊 那这只呢 比刚才那一只80的 要稍微小一点 这也是我写脚本的时候想好的 一个呢 适合个子高一点的朋友 一个呢 适合个子稍微矮一点的朋友 那么这只包的肩带呢 相比于上一只包 会更加的复杂一点啊 但是呢 也没有太复杂 它整体的包型 还是属于比较简单和大方的 里面呢 也是有分层啊 这一点呢 我还是蛮喜欢的 好了 那最后呢 给大家来揭晓一下 我自己买了哪一个包啊 先给你们两秒钟时间猜一下 你有猜到我买哪一只包吗 首先呢 太贵的我肯定不会买啊 不然呢 我也不会费那么老大劲 给大家做这一期平替视频 对吧 其次呢 太大的包 我也肯定不会买啊 所以我买的是哪一只呢 就是这一只啊 Madewell Madewell的这个中号 然后我买的这一只是红 酒红色的鸡皮 熟悉我的朋友 或者看过我以前视频的朋友 一定会说 崔心 你怎么买了个酒红的包 对 我有一期视频我聊过 我说啊 酒红呢 有的时候比较难搭配啊 容易显老气 所以呢 我不是很推荐大家啊 那我自己为什么买了这一只酒红的包呢 三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 就是 其实 并不是因为它是酒红色我买的 而是因为我看了这一圈 这么多个桶包 我发现只有Madewell的这只中号 是最满足我所有 想要买的桶包的样子的 我需要一个简单一点的 我需要一个真皮的 我需要一个耐用一点的 我需要一个自己没有太大 比较适合我身高的 我需要一个肩带 少微是可以调节的 那么它呢 满足了所有 然后我需要一个鸡皮的 但是我发现它鸡皮的中号 只有这么个酒红色 那我就没有办法了 对不对 这是第一个原因啊 第二个原因呢 我又想了一想 啊 酒红色就酒红色吧 好在呢 它没有特别贵 就是200块钱不到 那我觉得 花200块钱不到呢 尝试一个新的颜色 尝试一个我不太敢尝试的颜色 其实也还好 对不对 算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冒险 属于一个比较低成本的试错吧 那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正好秋冬天了嘛 酒红色呢 买了也就马上可以用了 那就酒红色吧 试试就试试呗 那我其实已经等不及啊 要拿这只包来 跟我很多秋冬的 像毛衣啊 针织生啊 进行搭配了 但是可惜啊 加州这两天还是非常的热 这两天有三十七八度 真的热得要命 我就已经等不及 赶紧说这个夏天快过去 让我把这些毛衣啊 什么的都拿出来搭配起来啊 好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 补充一下啊 你们觉得还有哪一些 捅包应该加进来啊 哪一些是可以成为 The Road那只包的中替平替 那如果你喜欢 今天这期视频呢 不要走开啊 我在这里放了另外两期 翠西闲聊 欢迎你继续观看 也不要忘记订阅 Subscribe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